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壇12月21號的更新資訊出來了 這一次有更新了部分職業的技能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首先就是這個職業更動的部分 有暗奇龍鬥 騎士 妖精跟法師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實際上更改什麼內容吧 首先是妖精的部分 他的元素治癒他的治癒量提高了 變成生命量的百分比 有趴數恢復啦 就比現在有的恢復量還要再更多一點點 然後這個被動的加速則是增加了施法速度 龍鬥的部分強化恐懼無助的部分 則是降低支撐的抗性 以及降低PVP減傷的debuff 然後龍之衝擊的部分則是 衝贏的時間增加跟命中機率增加 接下來是騎士的部分 極致大師的話會有額外的減少蓄力時間 然後恢復盔甲的部分則是藥水回復量 藥水回復率增加 並且有增加抗性是抗這個藥水回復率降低的這個抗性 然後這個蓄力衝暈則是降低了移動速度減少的幅度 接下來法師的部分 古代聖戒現在可以下拉做使用 然後這個古代極速的部分則是增加了移動速度跟攻擊速度 然後暗奇的部分復仇屏障復仇者則是 衝暈命中率跟衝暈的時間是會持續增加 然後黑暗之魂改為被動技能 這些就是12月28號韓服算是綠洲大改版的第一次職業的更動 但這一次職業更動他只有更動5位而已啊 那以經驗來講的話有可能之後下禮拜還會再更動其他職業也說不定 接下來就是聖誕節的特殊副本持續到12月28號這段期間呢 60等以上的玩家可以進入打這個聖誕節的這個箱子 通關之後可以獲得經驗值變身幣以及聖誕箱 那機率可以拿到大獎紅蛙然後也有藍蛙 那但是也有綠蛙跟白蛙 所以說這個就是加減拿 然後裡面的話是打箱子嘛 然後打箱子的話是有機會可以獲得這些東西 比如說純白箱 要嘛一罐屬性的萬能藥要嘛就是一到十罐的純白 然後中間這個要嘛就是一到三抽要嘛就是六抽要嘛就是十一抽 右邊的則是一到三抽或者是十一抽或者是六抽這樣子 覺醒碎片的部分則是一到三隨機的 然後五房捲箱 百五百房駐五駐房或者駐富一捲軸 那高級珠物粉末就是一百到一萬哦 一百到一萬的 所以這個高級珠物粉末箱如果打到的話應該算是非常爽 接著在12月25號還會再馬上給你一個聖誕紀念禮盒 這個聖誕紀念禮盒打開的部分 會給你十一抽神秘抽卡跟一箱綜合硬幣箱跟兩千珠物粉末 再來就是全新的季節Season Pass了 這個是12月21號賣到1月4號 那兩百萬天幣 但目前還不知道說他的裡面的東西會是什麼 會不會是下一次改版的一個資訊呢 我們就明天才會知道 然後就是12月28號之前呢 愛歐丁城堡跟支配之塔 還有慾望洞穴暗影神殿這四個會出現的BOSS 都一百%會掉落金色製作的材料 那死神的部分是掉那個哦 神話盔甲秘籍哦 其他的部分就是對應的金裝材料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韓服天堂暗影 12月21號的更新資訊啊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問題情報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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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